備外 六四民運人士淪為中共特攻 美國核潛艇軍事威懾 憑中共攻台黃梁一夢 日本在南鳥島建設超大把牆 中共緊張 需求低迷 中國鋼鐵價格崩盤 以軍情報負責人 因10月7日事件辭職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22日 星期四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 我是林欣 21日 據CBS最新消息 根據一份刑事訴訟書 紐約聯邦檢察官 對一名居住在美國的中國異見人士 提出刑事指控 指控他暗中為中共安全部的情報機構工作 對在美反共民主團體進行間諜活動 唐元進被指控犯有三項罪名 包括充當外國政府代理人 同向調查人員做虛假陳述 根據法庭文件 唐元進曾參加89年六四 在天安門的抗議活動 之後逃往台灣和美國 然二幾十年後 為了能夠和居住在中國大陸的家人團聚 他轉移同意為中共的情報機構工作 調查人員表示 唐元進第一次尋求為中國探望家人 是在2018年 隨後他被介紹給一個中共情報官員 他指使唐元進搜集有關中共異見人士 支持民主活動的內容等情報 二人達成合作後 他還向唐元進的家人支付了金錢 唐元進被指控他在2021年曾向中共提供在紐約紀念六四 死難者的活動信息 2022年他繼續提供有關一位美國國會候選人的情報 包括他的競選團隊和籌款活動等信息 唐元進還協助該特工監控著一位異見人士使用的群僚 其中大多數是居住在美國的華人 該群組約有140個成員 其中包括居住在法拉勝的知名異見人士 聯邦調查局FBI在2023年7月對唐元進進行了問訊 並從他的電腦和五部手機中提取了數據 包括他和特工之間的文字、音頻信息、支持民主活動的現場照片和影片 異見人士之間的對話截圖等等 該特工甚至還催促唐元進更努力地工作 據稱唐元進在2019年至2023年期間 至少三次前往中國大陸或澳門和中共特工見面 在2022年的一次會議中 該特工在唐元進的手機上安裝了徹聽器 即使在手機受損的情況下 亦可以將手機裏的全部照片、截圖或語音被忘錄 都立即傳輸給該特工 今年5月出逃澳大利亞的前中共特工 埃里克接受媒體採訪 揭露中共臭名昭著的安全部門內部運作方式 以及如何在海外追捕異見人士 他說只要是反共產黨、反習近平的 那就誰都是目標 他舉例說自己曾被下令 將反共網紅、尹科和漫畫家 變態辣椒、黃立銘 又騙到柬埔寨 令中共特工非法逮捕他們 近年來 美國司法部不斷提出類似有關境外威脅的指控 而長期以來 居住在美國的異見人士和支持民主的活動團體 一直是中共特工的目標 並將他們在大陸的家人作為一種脅迫手段 國際新聞協會成員曾曾在X上說 由一個民運人士因為上回中國探親 被中共搞定了 沒有人性弱點的人不太多 這個太可怕了 時評人戈碧東在X上說 我現在對這種事已經不感覺震驚了 只是感覺很悲哀 六四鬥士淪為中共特工 還有比這個更悲哀的嗎 為了展現地區威脅力 美國佛羅里達號巡航導彈核潛艇 進行了共計727日的環球部署軍事行動 該手核潛艇航跡穿越地中海 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等區域 行駛超過6萬海里 軍事專欄指出 核潛艇在印太地區的一個舉動值得關注 21日 中國軍事專欄發布消息指出 佛羅里達號在日本關島的阿普拉港 進行了戰斧導彈補充作業 反映出核潛艇已經具備遠征在莊田的能力 如果印太地區發生戰爭 這樣美軍核潛艇 可以在臨近中共第一島鏈的區域 完成彈藥補充 這個對中共當局構成軍事威懾 美國對於核潛艇的航程 全程作了隱蔽化處理 該艘艇在1983年6月18日建成 排水量達18750噸 可攜帶24枚三叉擊潛射彈道導彈 另有4具533毫米魚雷發射管 佛羅里達號在2006年完成改裝 重新服役 武港已轉移至東海岸的金斯灣 海軍潛艇基地 艇上裝備22具巡航導彈隨直發射裝置 美國軍海容納7枚戰斧飛彈 資深媒體人旁中評論自出 美國現在從軍事到外交到高科技再到經濟 聯合西方軍演等無非阻嚇中共 不要改變台海現狀 不要攻打台灣 不要挑戰美國及西方既有的秩序 他評論說中共政府對台海發動軍事威脅的 最主要動力應該是中共高層的中國夢 這個中國夢就是祖國的完成統一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但對中共大多數來說 只是將這個當作一個用於大內宣 安撫中國人的口號 但中共個別高層慢慢騰腦發熱 真的將這個當成自己的目標及公職 夢想憑這樣繼續一直連任不停步 但結果可能就是黃梁一夢了 根據美媒報導 日本防衛省計劃 在距離東京1800多公里的南鳥島 建設一個訓練用靶場 這是日本首次為滿足射程 超過100公里的導彈測試 和訓練需求而建造的靶場 中共專家認為 這個靶場將為日本改良型12式 反艦導彈的測試提供基礎 並提升日本導彈部隊的訓練和戰備水準 19日據美國海軍新聞網報導 由於導彈的有效射程 超過了目前日本國內靶場的範圍 日本陸上自衛隊的反艦導彈部隊 和中程地對空導彈部隊 很少有機會進行實彈射擊訓練 他們往往需要前往 澳大利亞東海岸的 比克羅夫特武器靶場 和夏威夷的太平洋導彈靶場等地進行訓練 然而並非所有自衛隊導彈部隊 都有機會參與這類訓練 為滿足自身需求 日本正在研發各種遠程導彈 遇射程可達1200公里的改良型 12式反艦導彈 因此日本防衛省計劃在南鳥島 建設新的靶場 以滿足實彈射擊訓練和測試的需求 日本NHK電視台報導 防衛省表示 該靶場計劃在2026財年投入使用 將用於對陸上自衛隊 12式反艦導彈進行測試 該導彈現有型號的射程 超過100公里 將向離岸數百公里的靶船發射 屆時日本亦將對改良型反艦導彈 及正在研發的高速滑翔彈等 進行發射試驗和訓練 在當今的世界局勢下 日本建設超大把牆 是有深層原因的 資深媒體人旁中分析說 以此為配合美國和北約等西方國家 應對中共在亞洲 乃至全球的軍事擴張野心 同時日本亦不希望 在自主研發導彈方面 過度依賴美國、澳洲等國 真正實際地提升 日本陸上自衛隊的反艦導彈部隊 和中情地對空導彈部隊的訓練 和佔備水準 金融資訊供應商指出 今年中國羅文鋼的價格 至今已下跌超過20% 反映出整體需求疲弱 而鋼鐵關鍵原料鐵礦石價格 在今年同期已下跌超過28% 行業分析人士表示 這是因為中國房地產處於低迷狀態 導致產能過剩 無法消化多餘的鋼鐵 同時來自國際社會的鋼鐵關稅 亦減少了中國鋼鐵銷路 導致整個行業面臨困境 數據顯示 中國的鋼鐵年產量超過10億噸 亦是鋼鐵和鐵礦石的主要消費國 美國銀行亞太區材料能源研究主管 Mathy Zhao表示 按照目前的形勢 中國鋼鐵行業已進入兩難困境 在中國地產市場變得疲弱的狀態下 預計對於鋼鐵礦的需求 將會在2025年持續走低 花旗銀行8月報告指出 2024財年 中國的挖掘機銷量預期將同比下降8% 而澳大利亞聯邦銀行分析師預計 中國鋼鐵廠的盈利今年可能會轉為負值 對行業造成了更大傷害 同時歐美乃至亞太國家對中共提出傾銷有關的指控 原因是生產商試圖在價格低於國際水平的情況下出售商品 損害了外國的本土市場 包括泰國、印度和越南在內的國家 亦在近期對中國的鋼鐵產品熱紮鋼卷徵收反傾銷稅 在美國徵收鋼稅之後 中共在2023年將26%的鋼鐵出口到包括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 在內的5個東南亞國家 而南韓接受中共鋼鐵出口的比例佔總比重的9% 以色列國防軍情報負責人哈利亞少將 因為未能預防哈馬斯10月7日恐怖襲擊的發生引救辭職 21日哈利亞在辭職演講中承認 自己在10月7日的事件中未能保衛以色列 哈利亞在今年4月正式宣布辭職 這是引發加沙戰爭的哈馬斯人質綁架事件發生以來 首位辭職的以色列高級軍官 武裝部隊首腦立圍中將和情報機構 身背特負責人巴爾也宣布為該事件擔責 由於保衛國家的戰爭仍然在持續 他們宣布繼續留音 哈利亞在演講中說 情報部門的失敗是我的錯 10月7日那是個痛苦的日子 我的良心和肩膀上的負擔會一直伴隨著我 直到生命結束之前 我們沒有專守我們誓言的神聖性 哈利亞亦呼籲進行全國調查 研究並深入了解 導致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戰爭的原因 哈利亞將由以色列陸軍作戰師 前司令賓德爾少將接替 而賓德爾在上任前呼籲集中精力 處理大番人質 處理這個最緊急的任務 由於戰爭仍然在繼續 10月7日要求進行調查和獨立審查的呼聲 被削弱 以色列的反對派認為 10月7日襲擊的最終責任人 在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 當時哈馬斯和其他恐怖組織的 數千名武裝分子 衝破了加沙周圍的以色列安全屏障 並在凌晨襲擊了以色列軍隊 導致1200名以色列人和外國人 在襲擊中喪生 其中大多數是平民 該事件引發以色列軍方警惕 國土部在上月的一份報告中聲稱 以色列軍隊目前廣泛採用了 10月7日發布的漢尼拔指令 該指令要求以色列軍隊 使用一切手段 來防止士兵被哈馬斯俘虜 即使可能會導致當事人失去生命 有猜測認為 這是為了防止哈馬斯 增加更多人子交換籌碼 然而相關消息無法得到以色列官方證實 好了 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歡迎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Walk tus音,按讚和訂閱 字ye YouTube strip 怪託 閉 Turk